二爷 哎 哎呦 我跟你说 你们穿这么漂亮 这给你找着个对象呢 都这么大了 再找真嫁不出去了 你就别操出火了 二爷 我表哥怎么样 您正常拿了吗 看年终奖 如果再拿不到的话 这不明天要生二胎了吗 孩子都养不起吗 爷爷奶奶 新年好 祝您二老身体健康 如同海 寿命男生 谢谢爷爷奶奶 哇 爸妈 喝喝喝喝 快帮我拿点水果沉死了 来来来来 给你买的 给你买 哎你这孩子 回家来一天晚上吃了 顺顺的吃顺顺的 吃顺顺的玩手机 过来 把碗刷了 二爷 哎 哎呦 你说你们穿这么漂亮 这给你找着个对象呢 都这么大了 再找真嫁不出去了 你就别操心我了 二爷 我表哥怎么样 您总奖拿了吗 看年终奖 如果再拿不到的话 这不明天要生二胎了吗 孩子都养不起吗 暂时还没有脱落 我找个对象挺困难 因为我挑 我不会因为 爱的人大部分都怎么样 我就会 降低自己的要求 标准 我念爱不着 我不会很想下见 我又不缺 我的精神 我说我指的 不是我不缺男人 我说的是 我不缺一段恋爱 说我以后 如果有了宝宝妈 那我要先找了一个 我爱的人哦 因为我只会跟我 真正爱的人结婚生小孩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 你愿不生宝宝 但是我还没有脱落 我找个对象挺困难 因为我挑 而且我挑的还不是外在条件 我挑的是内心 恋爱观 对爱情的态度和男女的边界感 但是 我发现现在男孩子的 的互恋爱观 和边界感跟我不太一样 不匹配 那我有时候就觉得 我能够做到 我能够这样子 为什么我找对象不懂了 我不会因为 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怎么样 我就会 降低自己的要求标准 所以 我宁愿不找 我不愿意想想见人 我又不缺 我的精神 我说我指的 不是我不缺男人 我说的是 我不缺一段恋爱 我的精神世界很丰富 我的个人生活也很丰富 我有很忙的事业 然后又很爱我的家人跟朋友 所以 爱情这种东西 在我的人生当中 大概只占个四分之五分之一 甚至更少 所以我没有那么继续一个需要的 会让我去向下兼容或者妥协 爱自己当然是最好的 爱自己最靠谱的 因为只有自己 永远都不会离开自己